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是七零年代 是我最愛最想活在那個年代的時候 也可以說是我本人的年代 我想逛街看到任何有那個年代 就是嬉皮感民族風的東西 我都一定會收藏 所以我家有一整個大衣櫃 全部都是這個年代風格的衣服 其實七零年代就是一個反戰的年代 然後嬉皮 Peace and Love 然後所有人都躺在草地上彈吉他唱歌 多麼美好的年代 所以在七零年代你會看到的服裝風格 就是都會跟大自然元素有關係 然後也帶有迷幻的感覺 比如說那個年代最流行就是迷幻搖滾 開始出現了一些迷幻藥 或者是一些自然系的迷幻草藥 那大家在服用了之後呢 就是去看這些花花草草的東西 或者是你常會看到那種渲染的圖騰啊 都會有一種這些物體活起來的感覺 紀錄片都有這樣說 然後在風格上呢 就比如說像是花 還有像這樣子的花 就是平常如果想要有一點點那種 嬉皮的靈魂展現的話 我可能會穿很簡單 在頭像就會帶一個這樣子大的花 來表現我的嬉皮魂 然後像這樣子來自於大自然元素 各種斗篷啊流蘇啊這些東西都是 帶有很濃的色彩 編織像這樣子編織的皮帶 然後寬的喇叭褲 我像這種刺繡的喔 刺繡的風格也是那個年代非常流行 或者是像這樣子的勾針編織的東西 然後我手上這個就是我媽媽送給我的喔 不知道是她送給我還是我搶來 因為我媽媽有非常愛LV這個品牌 所以在她的收藏裡面有各式各樣以前的老件 那其實我必須說這個老件應該至少三四十年以上 她真的很耐用 像這樣子圓圓的眼鏡啊 就是John Lennon的感覺 就是很嬉皮年代 然後近年來也蠻流行 像這樣子這種比較飛行人眼鏡 但是是彩色鏡片 Peace and Love L-O-V-E 我的內心的靈魂就是活在那樣子一個嬉皮 Peace and Love 然後每天都可以躺在草地上的年代 我最記得的音樂節是好像1999年吧 我去到了英國有個小鎮叫做Redding 大概離倫敦坐火車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然後他們每年都會固定在夏天的尾巴 舉辦一個叫做Redding Festival 然後到那邊看到 哇原來音樂節是這樣 因為它在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郊外的場地 然後呢你就會發現很多的老外都裸體 或是我遇到一群老外年輕人 他們就只穿尿布 就是大家寂靜的鬧事 就是在那樣子的音樂節當中要展現自我 更混亂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是晚上沒事 可能天氣冷因為在郊外 大家就開始烤火 但他們不是真的拿木材 他們就是把所有的什麼保麗籠啊 什麼東西都拿去這樣一堆一堆的這樣燒起來 就覺得說好狂耶 那另外一個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就是在日本新系的這個Fuji Rock Festival 它就是在一個山上 然後它是完全是在那種山谷地的地方 可能有五六個舞台 所以你到每個舞台可能都要跋涉 所有一切體驗都非常的舒服 然後他們請到的樂團音樂人 也都是頂尖一流的 所以我蠻推薦大家如果有機會 可以去日本的Fuji Rock Festival